中美两国对垒掀起的第二波大战了吗 美国成功的让台湾的护国神山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选边站 宣布砸下3600亿在美国设厂 而就在台积电公开了这个决定的之后几个小时 川普寄出了新的禁令 使用美国设备跟技术替大陆生产晶片 必须要是先得到美国的特许引发了哗然 因为大陆华为就是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 这波中美角力在全球电子供应链 掀起的惊涛骇浪 而专家评估某一股的力道 恐怕会反噬美国本土产业 川普这么做是在自损龙脉 那有趣的是台积电一网 美国爸爸靠龙就不能供货给大陆华为 难道不知道会得罪陆方吗 还是他一开始就看穿了一个漏洞 甚至可以在这次的后疫情之争中全胜而退 所以先安抚了川普 做了设厂的假动作呢 而始终对龙头宝座 虎视眈眈的韩国三星 又会使出什么样的手段 见缝插针 余翁得力呢 台积电的指南针转向了美国 就是半导体超级巨星的高瞻原主吗 台积电变成地缘策略家的必争之地 2019年已经从台积电舞台退场的张忠谋 这番言论被说是神预测 国际局势纷扰 中美进阶到了科技战 半导体竞赛当中 果然川普也硬闯跑到了 去中国化的决心是在毕行 川普公开吆喝 台积电 英特尔还有三星三大巨头 加入美国队 就是眼看到说这个新冠疫源 引起的这个全球供应的锻炼 恐怖状况 所以必须要把工产 搬到离客户比较近的地方 尤其是台积电地位重要到 牵涉国家安全 关键是美国国防武器 必要的晶片大多在台湾生产 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危机 晶片的供应中断了 那还得料 有趣的是制造业 移到美国本土的大计划 5月15号 在中美烟宵位最呛时刻 台积电下好离手 宣布砸下台币3600亿 要在亚利桑那州 盖5奈米晶圆厂 巨人雪片镇也被质疑 会不会太过莽撞 从任何供应链的体系来看的话 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从任何生产成本的角度 都完全的不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台积电在台湾设厂 这么多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人力资本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台湾有非常高素养的理工型人才 同时台湾有全世界相较低水平的 一个工资水位 砍头的生意没人做 台积电赴美设厂很明显 是掉进前坑 建造和营运成本都太贵 但掺杂了政治压力不去 美国的报复手段就是掉进另一个大前坑 一个是占了百分之六十的美国 另外一个是大概占百分之十五的一个 中国的华为体系 那的确中国的一个成长率比较大 但是如果选择既有的营收市占率的话 台积电毕竟是一个股东型企业 所以股东仍然会选择最有利于 它营收最大化的那个选择 利益权衡 台积电手握美国百分之六十的订单 主要客户包括iPhone手机的苹果 原工智慧晶片的高通 灰达等都集中在美国 这是张忠谋在位的布局 不过长期盘踞下在当地 却只有投资一座八寸厂 现在名腔 除了原本就计划好要赴美扩厂外 最大的原因 是满足川普的虚荣心 这个国家内部 跟争不断的时候 就引起外乱 然后可以兴起国家主义 就可以吸引选票 11月的连任路 川普誓言一定得踏上 台积电先摸头是好 可能不是表面上看的 爆美腿这么简单 好像大家都觉得说 你把最新的技术拿去投资的 给这个美国 迎合美国胃口 其实也不是这样讲 这个生产量 对台积电来讲 没有造成太大的危险 因为2024年 亚利桑那州厂完成 月产只能来到2万片的5nm晶圆片 不到美方需求的25% 而台湾早就在布局 更高端的3nm技术 到时候在美国的产品 就不是最新 被牵制的威胁也降低了 不过台积电偷偷打的算盘 川普不是看不出来 只要你生产的设备 你用的是我们美国机器 只要是我美国出口的机器 我就禁止你们供货 这是台积电宣布扩敞后不久 美国商务部宣布的新禁令 只要有使用美国晶片制造的设备 像台积电英特尔 他们供货之前 都必须先取得美国的出口许可 这一招完全堵死大陆电信巨头 华为的生存空间 市场评估台积电首当其冲 因为华为占年营收比重 将近百分之二十 新建立一下 其实台积电当时美股的ADR 立即暴跌了4.4% 也影响了费城半导体指数 整体的一个下挫 如果这么一做 势必得让我们选择米方的市场的话 代表的是中方的市场 将来可能就不会是由台积电为首的 台系供应链来进行供应 川普很掐七寸 迫使华为只能转向大陆本土芯片企业 目前陆方最顶尖的是中芯公司 但技术水平都不及台积电 很难全面支援产业发展 把大陆踩在脚底下 看起来实在不难 禁令一般 却引起美国当地的一票学者踏伐 美国所有这些高科技的生产机台的工厂 全部都会在全世界竞争之下 他就处于落实 因为人家不敢买 最快死的就是高通 那再下一次是Navita 沙鸿眼的后座力 美国在打选战的情况之下 管不了这么多了 美国商务部迎合川普的选战的策略 不了要赢 所以就管他的 反正先讲的再说 台积电也很清楚 新建令很可能只是虎一虎人 因为这关乎到美国本土企业的命脉 参众议院通过的几率不高 但先卖个乖 是这个世界龙头的应变对策 在禁制令 当下就已经向台积电 发行了最后一波210亿的订单 但是这波订单呢 很明显台积电把它拒绝掉了 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 和第二大智慧手机制造商 华为非常依赖台积电的晶片 趁着美国禁令这段缓冲期 大陆能认清自己非台积电不可 而台积电也可以入虎穴 抓住取得出口执照的机会 在中美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它大概占全世界 供应体性的50% 所以它虽然是龙头 但它不是独断 所以华为在这段时间内 也会极力地去寻找 可以取代台积电厂 晶圆代工的一个条件 随着科技战炮声隆隆的情况下 韩国三星想要见缝插针的心 也透明得很 他就宣称说我是5奈米 跟台积电一样 然后到2024他就说 2024我们放弃5奈米 不要做了 我们直接从7就跳到3 就弯到超车 就赶上你了 可是2024三星的3奈米 大概也只有台积电5奈米 不惜夸大其词 就是想借此勞告晶圆代工市战律 抢台积电丢下来的订单 尤其5G时代来临大饼不抢 跟代何时 那下一波5G产业链 大概是5奈米 那7奈米上台积电 仍然是一个独断权 大概占了市占率 大概有八成以上 那三星其实7奈米 它也有它的一个制程和工厂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良率无法提高 拿苹果iPhone 6s来说 首度由台积电和三星 两家同时代工 自行设计处理器 马上就能断高下 三星品质蒙上的灰 到现在还没完全浮去 更何况和台积电的爱恨情仇 更是商场奇谈 在2008、2009左右 他们就从台积电挖了一个工程师 扶植他们的工厂 韩国半导体也就是因为这样而上来 一个人就可以让他们这样上来 是的 因为用抄的比较快 这个工程师就是被称为 半导体狂人的梁梦松 他之所以狂 就是他以台积电研发副经理的身份 跳槽到三星 泄露晶圆奈米技术 让三星爆炸式的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 梁梦松2017年 又到大陆晶圆代工龙头中星 突破技术高墙 所以不论是中星还是三星 DNA都是来自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在日后 之所以可以在晶圆代工上 保有这么大的一个领先地位 原因就是因为 它在整体的分工上 做得非常非常的细 三星光是技术就无法超车 就算大陆退额求其次 找上韩国 但和台积电共同的致命点 就是两方都是使用 美国设备和技术 这点也是美国继台积电之后 要出的第二张牌 美方会有他的一个 实质利益的交换条件 所以整体来讲 上升到最高的层面 永远都是美中贸易的一个角力战 玄玄扰扰 不管是对病毒出自何处 又或是拉拢科技龙头 美国对最终的贸易战 显现必胜的决心 台积电在和中美的三角棋盘中 下的每一步都是政治和商业利益 权补之下最大的总和 好 好 好